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有一些就是問Tina 有一些是問阿嬤 然後我會念 這裡問 如果Mini跟Tina一起掉到水裡 阿霞會先救誰 當然先救啊 先救Tina 那Mini怎麼辦 Mini會游泳啊 問Tina有真的跟阿霞吵架過嗎 我就說我們都罵他了 對啊 就是他就是很會念啊 那算吵架嗎 好像也不是就是 就是永無止盡的歲月 我不覺得我會念耶 有一個說 希望可以看更多阿霞出去玩的紀錄 阿霞超療癒 好累啊 他就是想休息 偶爾啦 偶爾啦 偶爾可以 偶爾可以 Tina跟阿霞最喜歡的書或歌 阿嬤你最喜歡的歌 都有啊 我也很多耶 書就是股票的書啊 流浪的吉普賽 吉普賽 我也聽 阿霞吉普西 吉普西 吉普西 吉普西的姑娘 先來最熱門的題目 好 為什麼阿霞和Tina沒有和其他家人住在一起 國中的時候我們還跟我的爸媽一起住在一棟房子 然後那個家裡面就包含我的弟弟妹妹就七個人 可是七個人好像是覺得就是太 太 台北房子很小 所以我們都覺得太小了 然後阿公阿嬤又是那種還蠻 不想要給人添麻煩的性格 所以他們兩個就決定搬到別的地方去住 然後我就是面臨了一個 我要在家裡呢 還是跟阿嬤一起做選擇 我就跑去找他們一起住 然後從那之後我基本上就是跟他們一起住 我爸爸媽媽每天都還是會來 然後像薇薇也是偶爾會來 所以雖然沒有一起住 但是我們還是蠻 跟其他的家人都很頻繁見面 阿霞2021的股票績效怎麼樣 還有都買哪些 喔虧錢 你說第二題是什麼 都買哪些股票 大賠小賺 大賠小賺 但是你知道2021年 疫情開始2020以後 股票台灣是漲到一萬八耶 阿我都沒有賺 為什麼呢 就是想賺 為什麼 阿我都聽了 聽那個喔 都不認賤 對 因為他都是見風轉拓 他的性格就是 風往哪邊吹 他就往哪邊倒 然後就是去跟人家玩當衝 所以就是會很容易 像這樣虧錢 全區白的啦 所以喔 虧也沒有關係 他虧的都是他小孩的錢 他怎麼賠太多會睡不著嗎 睡會喔會喔 喔真的喔 嗯 睡不著 想要不要搞喔 喔 有一天阿媽就問我說 就是挖礦是什麼一回事 有點嚇到 我想說 欸他從哪裡聽到這些資訊 他以為有一群人在真的在挖礦 那我說 那 有人想知道阿霞一天的生活 他就睡覺不搭 那豬一樣啊 他就睡覺起來吃飯 公園聊聊 然後回來 偷偷做 做做 做做衣服 他說不搭就是豬的意思 你知道嗎 有人要問跟老人家好好相處的秘訣 喔 不要看不起人 老人的視角的話 就像阿嬤就會覺得說 他最討厭被看不起 就是 因為我一開始覺得他非常會念 他就是一個很會念的人 然後好像什麼都不滿足這樣 但後來發現他其實是有一個 情緒波動的時期 就跟我可能 有時候金錢 然後心情很差 他也會有類似這樣的時期 然後那個情緒波動 你就大概知道 就是 例如說他念的特別誇張 可能是他內心股票的虧錢 然後心情很負面 然後他就想發洩一堆東西 就是理解他的 他的攻擊有時候不是針對你 有時候只是他心情需要抒發 然後就可以當耳邊功 能夠左耳睛右耳出 是最好的 我覺得還是要看阿嬤個性 對啦 還是要看阿嬤個性啊 因為阿嬤就是一個其實蠻 蠻chill的人啊 你算好相處吧 你自己覺得你自己好相處吧 好啊 很好相處喔 迷之自信 那問阿霞看到微微求婚的時候 有說什麼嗎 我沒有看到欸 但對他沒有看到 在你問求婚 他是 微微是求婚完 傳照片給我們看 祝福他而已啊 對啊 好像 喔我的XX 怎麼會呢 我阿嬤給他一個大紅包 那阿霞會想要交Tina 趕快結婚嗎 那誰大便啊 誰大便啊 這樣很好 那如果 如果有些阿嬤會叫孫女趕快結婚 你覺得要怎麼溝通 溝通喔 現在不同了 時代不一樣 你要 她說時代不一樣 對啊 我怎麼在說 他們在說時代不一樣 你說你會這樣跟其他阿嬤說 對啊 所以你看阿嬤就是也覺得 女生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結婚 就是有合適的對象在結婚 對 什麼是合適的對象 不抽菸 不喝酒 不賭 會習慣都沒有的 會顧家 會疼太太 這樣就OK了 阿嬤會管Tina嗎 穿著吃飯 太晚回來我都會打電話吹 但是我穿露肚子的衣服 或露背的衣服 她就會說 欸乾 她不會管 她不會怎樣 但她會唸 她就會碎唸 怎麼說服阿嬤做運動的 希望阿嬤也可以動一動 她的阿嬤 高運動 有啊 每天還是有去公園走走 但是現在比較少附件 她也是半放棄狀態 她沒有那麼有毅力啦 老人家就是能撐一天就是一天 那當然就是怎麼說服 就是持之以恆 因為我就是跟她一起住 所以我可以每天都說 欸媽媽運動了 跟老人家就是要耐心 跟她比耐心 Tina幾公分呢 170 沒有是169點多 號稱170 會看IG的私訊嗎 會啊 但就是 可能沒有辦法全部看完 但是偶爾會看 現在是用IPAD畫畫嗎 和用繪圖版的區別 我其實覺得兩個都各有優權 因為IPAD可以隨身畫 像阿嬤就覺得IPAD很讚 但是 繪圖版的話 就是你的螢幕可以更大啊 然後輸出又比較穩定 初步想要嘗試看看店會的話 那我覺得IPAD是一個很不錯 又划算的選擇 有一個說 可以分享衣服都是哪裡買的嗎 覺得穿搭很好看 可是我覺得我很不會穿搭欸 但我很喜歡灌古著店 請問阿霞都幾點睡 哦 12點11點半 沒有沒有那麼早 他一定都是12點以後 安眠藥發作可能1點多睡著 阿霞會怎麼形容Tina 你要怎麼形容我 大家怎麼不記得啊 哪些什麼都這樣 就是容易忘東忘西啦 對嗎 對啊 那有最喜歡Tina什麼特質嗎 你有最喜歡我哪些個性的地方 啊你才會拿到哪些 對 我比較 我就是20年前 我說我不會走路買 他買一個車子給我 我就是很感動啊 這樣 跟妳說就是我小時候 我還沒有錢 然後我還跟我爸媽這樣借一筆錢 然後拿那筆錢 那時候就是去網路上買了一個車 一個那種步行車 那時候為什麼他會那麼感動呢 那是因為他以為我買一個新包包 然後因為我騙他說 這是我買新自己的東西 然後阿嬤就整個就是狂念說 就亂花錢什麼的 然後後來叭叭打開了就是他的禮物 那阿嬤有對Tina做過最感動的事嗎 我還以為 你課那些什麼好 外地好賣咧 去學校 我要上高中的時候 然後我還沒上學 然後阿嬤就自己一個人坐計程車去學校 然後去那邊走了一圈 那時候好像禮拜日 然後學校警衛還問他要幹嘛 他就說我孫女要來這裡念書 我要來看看這個環境 除了看股票阿俠還有沒有其他興趣 唱歌啊 聽歌啊 不要唱 好我們先來阿嬤的阿俠的人生系列問題好了 你的人生座右銘 我覺得他就是一直往前進的那種感覺 積極向上 也沒有積極 就是例如說事情是怎樣就怎樣 然後就是知道了以後就是繼續往前這樣 就是蠻灑脫的阿 阿嬤是一個你蠻灑脫的吧 蛤 就是你不會太煩惱啦 沒有 我最煩惱的時候就是 沒錢的時候 沒有齁 沒錢要去嗎 那現在這樣子生活是你年輕的時候想像的 現在就是想像 而且他也沒有想到他會變網紅阿 就是走在路上會有人就是跟他打招呼要拍照這種 他都每次都覺得很神奇 什麼羞怪 什麼羞怪 你每次會打電話給你朋友說什麼 就是我在影片裡面當然有人叫我什麼什麼什麼 有沒有什麼遺憾 有什麼什麼什麼遺憾 你有沒有什麼遺憾 我一直年輕的時候 那不要接這個唱片的工廠生意就好了 就不會倒 不是就是因為他在以前開唱片行的時候 他是跟別人進唱片來賣 可是他後來就是野心變大 然後就是好像買下 你們是買下一個唱片工廠 就是他們要自產自銷 可是後來電視就出來 電視被發明了 然後唱片就是沒有人就停了 然後我們就是賠錢 對阿 那就阿俠都怎麼叫Tina好了 嗯 不是阿寶嗎 沒有我的乳名是阿寶 阿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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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遲喔 我現在覺得好遲喔 因為我的小時候臉很圓 像包子一樣 所以叫阿寶 但是他說是寶貝的寶 所以就是各自有解釋 羅生門 阿寶 想問Mini為什麼沒有常住 因為Mini是別人的狗啊 Mini是我們親戚的狗 他只是因為 安寶 對啊 他只是很疼阿嬤 所以會定期帶Mini來給我們陪伴 Mini上床前會幫他清潔後才上床 我們是散步以後回來 然後會幫他擦腳 可以看散步影片 對 對 阿俠會一起看動畫嗎 不會 動畫 動畫 你說Anime 可是我不要畫 好有問萊拉是誰的 還有大學科系 好像可以一起講 可以啊 萊拉是我的大學同學 然後我們都是傳播藝術系 我們就是在人生的這段過程 有很長期的陪伴 人家就是這樣 他自己要照顧面的 有專長就好了 現在的正值是拍片嗎 不是 現在的正值 一半一半吧 就是 拍片算是 一個方向 但是大部分接案 應該是以畫圖為主 還是以圖文為主吧 愛情觀還有 他男友的愛情故事 愛情觀 務實 你說不用轟轟烈烈的愛吧 對對對 對對對 不用轟轟烈烈的愛 就是 穩健 踏實 低調 你的愛情關係是怎樣 阿公比較好啊 就是對象來說 然後他 他就是覺得阿公很好 很好啊 可是我阿公很不會講話 他超安靜的 他不會 不會講話 那你怎麼跟他聊天 他都不會跟你聊天 我沒有同事啊 他 他都在圖書館在看 那一天我想 欸 他怎麼還沒要走呢 他在講他愛情故事 問 問 問問 他就走 一個人 結婚吧 就這麼突然 就這麼突然 我 好 你好勇氣喔 好 別想 就這樣 Tina有失戀的經歷嗎 怎麼度過的呢 誰沒有失戀的經歷啊 大家都有吧 阿嬤沒有 阿嬤沒有 阿嬤沒有失戀的經歷耶 因為他就只有 欸你應該只有阿公一任吧 直接結婚 他沒有失戀的經歷耶 好啦 怎麼度過啦 怎麼度過 給點建議 就是讓自己 就是把精神跟專注力 都放到自己身上 然後想辦法 看一些書或者是影片 讓自己度過這段難過的事情 然後相信以後會更好 就只能這樣啊 就只能抱持著 最樂觀的態度 結婚就可能 抽籤薄瓜啦 抽籤一樣 賭博一樣 我就是抽得好錢 好啦不要再炫耀了 真的 好 請問在成為圖文作家之前 有做別的工作嗎 圖文作家前 我就是在 一個小廣告公司 就是當他們的那種 預告片的簡潔 你也有簡潔喔 對啦 蛤 這樣喔 喔那個時候就是 就是 我剛好離職啊 然後在離職 在找工作的期間 很順利的 不小心的 貼圖就賣很好 對啊 然後我就接到 自己當圖文作家了 那是有夠好勒 好文 可是那個時候 我就是 我真的覺得那是最辛苦的時候 因為就是 內心壓力很大 又還沒找到工作 然後又 大業 又不知道自己能幹嘛 阿公都說 那吃什麼頭肉 對啦 你什麼時候也會回來 外面拍片 又漏片 對 因為我們那個 就是我以前剪接 不是只有剪接而已 因為他們去小公司 然後還會叫我去 幫忙支援拍片 所以那時候就是 漏片 又漏片 對就是很晚回家 好 然後也沒有加薪喔 那你是三萬塊 三萬塊 沒有沒有三萬 沒有三萬 沒有三萬 我還記得 24600之類的 對就很慘 因為我也差不多 我們 同時離職 就年中之後 你跑來跟我說 我加薪六百塊 對 沒有他那時候跟我說 三個月試用期後 可能會三千塊 然後結果他就說 就試用期以後 他只給我六百 然後我說 蛤老闆我哪裡做得不好嗎 然後他就說 嗯 就是還有帶加強 什麼意思 就是 就是被騙了 我覺得我就是被騙了 再來是一些許願 可以拍阿霞做衣服嗎 拍阿嬤做衣服 會很無聊耶 會的 可以想想 像我這個年齡喔 還會做衣服 可能可以從設計裡面 開始發想 沒有阿嬤沒有設計 它就是一個模組 一個版型 定了就是定了 就是永遠都做那一套了 阿霞的故事會出書嗎 如果寫得完的話就出啊 不要說啦 我覺得難啦 我也覺得難 不要說啦 九十歲 就是隨緣啦 如果我們真的 真的有寫到一定的量的話 那再考慮 有一題比較難的啦 所以當最後一題 就是你們兩個對2022年的期望 沒有啦 九十歲 還能使得一萬 阿嬤有個口頭 應該 現在是就是 九十歲 過一天算一天的 九十歲暗日過 對 她每天期望大約就是 過一天算一天的 對對對 然後我的期望就是 我希望我的商品能夠 銷得好 對對對 要可以賺錢 替我加油 好加油 這個我從小帶最多的啦 這個啦 幼稚園開始 好 幼稚園之前就開始 你是幼稚園之後才 為什麼講到這個呢 她就突然想要公開 她對我的愛 好 我跟她說 對她 辛苦 很辛苦 有可能 所以她看阿霞都講客家話 可以客家話幾位 哪裡的客家話 有分喔 有 你有兩個都會喔 對啊 你有吃飽嗎 這句話 你吃飽嗎 你是飽嗎 音調上的葡萄 那你講謝謝大家的收看 什麼樣子 基本上 都應該要學會了 什麼啦 你不亂講 你這樣 我們字幕很難上啦 我是阿霞 我今年九十歲 今天九十歲 謝謝大家的支持 什麼問題 就是謝謝大家 我們第一次的QA就結束了 阿嬤很棒阿嬤今天回答超多問題的 希望大家能夠 有一點點的獲得解答 那因為很多問題有重複的 所以我們就 合併起來一起問 謝謝大家的提問 然後下次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用QA 掰掰 拜拜 這是你的名字 QA就是 Questions A blank QA blank QQA 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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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 blank